可以從會有詞句裡面找到 因為我傳過來的是一個編號 所以這邊的話呢編號 等於什麼呢 那來源部分的話呢特別注意 請各位選舉什麼選舉Ctrl Ctrl裡面的話呢這個Ctrl 這是控制項 這個控制項裡面 的什麼值 特別注意 從因為我選舉之後的話 他就會取得這個值 那傳送過來 傳送到哪裡傳送到這個地方所以我要找的話呢 找的就是 Review1的部分 那特別注意呢 這樣子的話再按加入 加入之後呢他就會只查到那一筆 也就是我選取那一筆 他會幫我把他秀過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下一步 然後這個地方做個測試 那預設值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傳一個1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編號為1的話 按一個確定 那看看有沒有傳一筆資料 如果傳一筆資料的話那表示正確 那這裡的話 因為這個編號 這個編號的欄位是不是 我們設計的是一個int 等於編號 看一下這個地方 編號等於 Ctrl Review1 取得這個 加進來 編號 把它加進來 按確定 下一步 再測試一下看一下 那這裡的話呢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數字 比如說我這地方再給他一個數字 編號 看一下裡面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看這個地方有 所以編號2有 那表示說我這個地方如果選舉2的時候呢 他就會把第2筆資料帶過來 所以按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就是選舉這一邊 那這邊會秀結果出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同時 擁有 Greview的優點 跟Foreview的優點 完成 應該就類似像這樣 你用樞紐分析 表的這種模式 只要你選其中一筆 他旁邊有選舉 你按選舉的話 他就會 秀某一筆資料 那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達到 比如說你資料很多 如果你用Foreview 來秀 其實不好秀 那如果你用Greview 也不好 因為Greview的缺點是怎麼樣 他全部都出來 那